Hello 大家好 今集的珍妃买定离手 会谈到星期三晚10月6日 夜晚的菊草赛事 这条重心意重彩的影片 将会有两场重心长置 提供给大家 首先谈谈头场 第一场是跑四班千八米 这里选择两只马胆、两只配具给大家 首先A胆选择初次增程上来的1号 第一次上来跑千八 到底行不行? 过往的职全部都是1600、1650的 很简单 看一看血统表便会知道 如果看黄宝的DP 或者DEI甚至CD的数值 似乎都参透不了些什么 但不要紧 看我的影片当然有些特别东西 就是因为我在Pedigree Kiwi 这个网上 给了钱买了他的会员 算是很贵的 但就多些资料可以看到 特别是说到最底下 Mare Profile 因为是看黄宝的inbreed血缘 都是在下线方面 所以相信他就像他妈妈那边多些 要看这个Mare Profile 最重要是看Speed的数值和Stamina Speed等于9、Stamina等于19 当一匹马的Stamina数值比起他的Speed 大了那么多超过一倍 都是相信这匹马有足够的强力 所以就会非常相信 黄宝今次增程上来跑1800米都可以 赛资方面都不多说了 都是连长跑到接近 今次第一次增程都很大机会 可以取得一个突破赢马 所以A胆就是选到1号的黄宝 然后选到B胆 选到5号的红利射 今次看到配搭方面 再次交给潘顿去拆棋 其实最主要之前都说分析过这匹马 看他上阵的时候 都是留意他的副榜 今次其实背上123磅 对于他来说 都是一个有利的磅位 上一次交给霍宏星拆棋的时候 早段已经出责慢了 全程留后 差不多一滴追势都没有 今次交给潘顿去发挥 所以我预期马在早段跨下 就会表现得主动一点 起码出习不要特别慢 正常出习 跟在中前面的位置 相信很大机会有好表现 再看潘顿今次接了手 其实在赛前也有亲自操过这匹马 就是10月4号 早上潘顿也帮这匹马跳了一段 再摸一摸一只马 希望今次出习正常 保重的机会也有在 所以B胆就是要到5号的红领设 然后数到配脚 首先托回4号的胜利波幅 有条片播给大家看 因为它曾经在9月初的时候 退出过赛事 但其后粗起又没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看它这货集 就是9月24号这一货的跑马地千七米集 胜利波幅排外档十档起步 可以看一看 是穿着灰灰色的彩衣 当时试集的时候是梁家俊试的 出集 停一停 指给大家看 早段出集的反应我认为是OK的 继续看下去 在这货集里面 胜利波幅也是采用一个主动的跑法 现在看到在前面 在前面 抢出来 有一匹新马 叫做美丽海后 胜利波幅一直沿着外档 慢慢慢慢埋去 因为它原本也是十档起步 转第一个弯的时候 也有点蚀 替它试集 不要紧了 当作季内 初初练一练的气量 又或者慢慢粗起状态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是满意的 一直沿途留守在第二位 差不多进到对面直路的时候 它也是逐渐逐渐地 将那匹放头的美丽海后迫近 梁家俊 这里也是要比下去的 但我觉得是OK的 因为始终它也是想令到 在一些长途杂的组段 可以跟着速度 因为美丽海后 这里都已经是 按着姜诚 放来了其他马匹 差不多五个马位 胜利波幅 这里跟着它 落后一个半马位左右 继续看到末段 其实都是由头顶到落尾 甚至乎 转头可以播放少少余势 给大家看 胜利波幅全程的走势 也是挺好的 看到它除了出闸快 跟着美丽海后 一直在前面 双双领方 转弯入到最后直路 要走下去 但是是不满意它的走势 因为有时很担心一些马 如果是一直沿途跟着 这么快的断速 会不会没断 有点顶不住呢 因为你看到 外蝶冲上来的勇战神区 也是要打边走下去 试长途杂 很多情况都是这样 不要紧的 胜利波幅 就差不多第三名过终点 播放少少余势 因为抠中它 到最后过终点 转下去 自己的马本身 好像最后直路 不是那么多 自己又无端数上来 在这里 贴着近篮的位置 看到灰色衣服的胜利波幅 数上来 我觉得它这货集的走势 非常之好 好 相信它在今季 即是季初 因为发脾气 就退出了赛事 然后慢慢慢慢 都已经再次重新 状态 今次跑谷草的千百米 刚刚看到它试这一货谷杂 都是表现不错的 上季 都是在跑马地里赢过马 今次被它季内戳出 赚了二档的形势 所以早段如果摆在前 都是有权在这些配脚 所以在这里拖着 就是四号的胜利波幅 然后再选下去 拖着七号的最醒神 第一次转过来丁冠豪马房 看看他近期的操练 我也是满意的 近期最醒神就在重化那边 试课集可以看回 这一日就是9月23号的 重化千二米集 这个最醒神排了中档的四档起步 可以看一看 看一看四档 粉蓝色衣服的 彩衣紫色奏 好出集 看一看 这个有点白鼻梁 就是最醒神 看到早段出集反应都可以 继续看 过来试这些短图集 首先看用早段的时候 可能跟得到 这个角取所需 这些天然短图马的速度 看到当时重化那边的安上人 在马早段快集之后 稍微留着跑 跟在中间 马群中间第四位 第五位 贴栏的位置 这些本身都是跑开中长途距离的马 试试这个短图千二米的集 早段交到这个速度 我是十分之本异的 而且似乎好像很轻松 看到骑士 没有什么特别推骑 但是最醒神 也是可以 可能就埋到一条欄 自己的马 也是展现到一个很稳定的走势出来 好了 看到这里就可以了 因为重化集里面 我自己的看法 最主要是看一只马 出集那刻可以 最后就能反映得到 最醒神早段出集的时候 反应也是不错 今次看它的评分 现在回落到44分 跟它赢马 上季赢马的时候 差不多这个水平 转仓初出 绝对有机会 可以有些表现 所以在这里拖起就是7号的最醒神 好了 总结一下 头场第一场的A胆 就是选到1号黄宝 B胆要到5号红利射 两匹的配角 就选到4号 胜利波幅 和7号的最醒神 接着来 说完头场 就和大家说说尾场 尾场就是第九场 第九场会跑高班一点 二班的1650米 首先A胆 就会选到7号的太阳威威 看一看条片 又是一些重化集 看它的组段就可以了 9月23号 它是这一货的12米集 太阳威威这一组集 不多马跑 只有5匹三箭马 四档起步就是太阳威威 黑衣白走 可以看回 好 出门 看一看 看不见到 现在组段已经飙了出来 它的前速 其实和外侧的绿色有运 都很不相伯众 甚至乎 它是比起贴实条 男人那匹的灰马精神威 更加快 继续看回两部 其实当时那位拆棋员 都是很轻松的 托着马 又不停看入面 似乎很想被扣女 精神威霸回蓝 结果都做到 抠中这一样 太阳威威的前速 竟然可以拍得住精神威 看到这里就可以了 因为重化集 我又只是看它出集 看到它现在出集这么快 我相信它在今次的机会也挺大 因为始终 虽然今场也有几匹的前置马 在组段的时候 可能会和它争一争 但是看回刚刚的影片 它的集伤反应 它的速度 再加上今次 看到它排过档 也是四档起步 预期它贴蓝前置的机会 也挺大 这也是它的最佳跑法 如果做到的话 很大机会赢 所以A胆在这里 选到7号的太阳威威 然后数到B胆 选到6号的起进区 看一看又是重化集 看它的组段就可以了 9月20号起进区 在重化是这一千米集 可以看一看 排着一档起步 黄色彩衣就是起进区 出集 看一看 内侧的位置 出集比较迅速 我看到它 继续看 快摘之后 助手又怎样去处理呢 反而缩回跑 结果一直贴索内栏跟跑 都看到这里就可以了 因为之后也没什么特别 始终也是那句 又是出集的反应 比较快一点的话 今次也是相信 它经历过暑假之后 做足的休息足够 然后慢慢操起 然后今次初次上阵 也是有机会可以跑得好 其实它过往 起进区在上季 当年上季四岁的时候 已经可以赢到三win 今年踏入五岁 预期这一批 沙花标指指 只会更进一步 所以在这里 配脚的位置 都拖着它 就是六号的起进区 去到最后一批的配脚 都是选一些沙花标的马 就是三号的大藤王 其实大藤王今次 将会转过来跑马地这边 到底能否显得到 正如刚才所说 始终它是沙花标指指 很多的同库马 都是过来谷草可以有些表现 而且这一系马不怕老 今年六八岁的大藤王 预期都可以交出走势 凭着它本身的级数 过来谷草这边 跑二班赛事 如果是冷门的话 都不要忘记它 所以首先拖着三号的大藤王 去到最后一批的配脚 拖着八号的胜利威龙 看一看条片 看看它上次9月19日 跑田草16米的时候 是怎样跑的 九档起步可以望实 特别是它出门的时候的反应 很好出门 跑多两步再停 看不见到它的速度 已经是自己 零零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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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放在前 首先很欣赏它出门的反应 因为可能经过一场热身 跑完尝尝尝 上去千六 对于他又热过身 更适合发挥的路程 他就可以跑得更好 看到这里就可以了 最后就上拼上拥赢了马 结果胜利威龙也可以跑回第二回来 这次过来菊草这边跑 其实他在上季 季尾时也曾经试过 在同程中可以赢到马 他虽然年轻一点 就是赢1200米 但见到近几场赛事 上季尾开始 增程上来一里 他都可以应付得到 既然他上次显示到 集商反应这么快 我相信他的状态 在季初的时候 应该是挺合理的 所以在这里 最后一批配脚 都要拖8号胜利威龙 总结一下尾场 第九场的A胆 就是选到7号太阳威威 B胆要到6号喜晋区 两批配脚 就拖3号大藤王 和8号胜利威龙 今天的两场重心意重彩 就和大家分析完了 其他试试心水 都可以留意我 Facebook专页和YouTube社群 星期三晚大家一起赢多些 拜拜